HTN9禽流感确定出现人传人 专家发现目前最有利的证据 认为HTN9禽流感病毒确实已经发生人传人的案例 虽然中国大陆的科学家认为 病毒并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但是专家警告 还是需要严防HTN9流感在冬天捐土重来 HTN9病毒正式发生人传人案例 中国大陆研究机构 周二在英国医学杂志发布报告指出 发现目前最有利的证据 认为HTN9禽流感病毒确实能够人传人 报告指出中国江苏一名60岁的男子 三月份因为接触火禽市场 感染HTN9病毒送医 32岁的女儿照顾他一周后 不幸也遭到感染 父女二人相继死亡 研究发现两人身上采集的病毒株样本 基因排序几乎一致 合理推断为手中人传人案例 两起的家庭群聚 除了上海市的这个夫妻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理性父子的两位 那还是我们的结论还是一样 就是不排除是局限性的人传人 江苏妇女染病死亡并非个案 卫生福利部机关书统计 今年三月底至今 中国大陆已经传出四起家庭群聚感染案例 分别是三月份的江苏妇女 人传人感染首例 四月份在上海 山东都发生群聚感染 但都被中共当局以无证据否定 报告公布后引发国际媒体关注 虽然中国科学家认为 禽流感病毒并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但专家警告 中国大陆仍需严防H7N9流感 在冬天卷土重来 新唐人亚太电视吴博轩编译 新唐人亚太电视吴博转